是不是跟你拍攝前面呢? 是啊,我來拍攝的照片 快點快點,有多少時間 快點,有什麼事 我是你的粉絲嗎? 哎呀 我是他的粉絲 是啊,因為我經常來買菜 我想問這個是什麼名字? 這個是什麼名字? 橙頭 橙頭 納妓 納妓 學老話 我是學老人 我就不是很厲害學老話 今天我就找些同鄉教我的學老話 再說一次 橙頭 納妓 就是這樣嗎? 一包 再來一個 橙頭 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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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家玩納妓 哈哈哈哈 挺好笑 納妓 納妓 這些怎麼說? 紫瓜 納妓 我當然知道納妓 納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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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豬扒 沒豬扒嗎? 不好意思 既然豬扒也沒有 你說 糟糕了 好啦 我要豬扒 我三塊就夠了 三塊就夠了 有骨嗎? 是啊 都好 我要切厚一點 四塊 嘩,很厚 現在又 好了 剛剛好 剛剛好 都要完了 剛才買了四塊的豬扒 今晚就做一個洋蔥豬扒給大家吃 因為我都很久沒做這個洋蔥 大家好 又是我蔡潔潔笑主意的時間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道菜 因為我自己出街吃都好 我都會 經常都叫這道菜 是什麼? 就是 結燒洋蔥豬扒 哇 說明是洋蔥豬扒 就只有洋蔥和豬扒 好了 為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呢 我就買了一些新鮮的有骨豬扒 其實我想買毛骨的 但是呢 因為它全都賣了 那我就買了四塊 那它呢 在街市的時候 已經幫我 用菜刀 拍一拍 但是 雖然是這樣 我都要回來 剁一剁它 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兩個洋蔥 OK 兩個洋蔥 那現在 首先 醃肉 一塊新鮮的豬扒呢 那就回來呢 你就輕輕 它本身已經是 剁過的了 那現在呢 你就開始 用刀背 輕輕 剁一剁它 骨都輕輕地 剁一剁它 然後 轉轉 一樣 OK的了 然後 在這些 這樣的 筋位呢 輕輕 拉一刀 這裡 輕輕 拉一刀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煎起來的時候 如果不是它就會 炒魷魚 整個 這樣炒起來 不是很好看 到醃肉的部分 醃肉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都是那些 豉油豆粉糖 好 首先 放一點 胡椒粉 我今天就用了 黑椒 其實多一點點 胡椒粉 沒什麼所謂 香很多 然後呢 我們就 下 醬油 我涼給大家看 我平時真的 倒下去 我不是開玩笑 我今天涼給大家看一下 待會兒又說我 一時一樣 那些朋友 哈哈 好了 我們今天 四塊豬扒 是不是 好了 差不多 下一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稍後還有獻汁 基本上這個 是給它一個底味 老抽就不要太多了 純粹給它一點點顏色 然後 糖 然後 豆粉 麻油 少少的麻油 為什麼我會放在這個碟裡 其實這個原因呢 如果你 放在碟裡 放在 直接進去 那你就會有些 可能熱不了 有些就 太鹹了 那所以呢 我就喜歡自己用個碟 把所有的東西 混合 先放在一起 好了 當這個OK之後呢 還要加多一點點 水下去 這樣就夠了 不要太多 好了 我呢 就喜歡用手的 因為呢 這樣醃 才好 一蘸下去 第二塊 第三塊 第三塊 第四塊 都放進去 盡量將它那些肉 舔好醬油 均勻地 很均勻 現在呢 才 用手 慢慢 溫柔一點 慢慢 讓它慢慢吸收 那個 汁液 是不是 開始吸收了 那些豬肉 不是 那些豬扒 哈哈 又說錯 我經常說錯話 給它一點點生油 好 都要 繼續 拿一拿它 讓它的 油 可以包著那個豬扒 不要太多油 因為我們等一下煎又有很多油 是不是 那 OK的了 有得它放在這裡 如果 你有時間 就醃過東西 但是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就大概 一個小時都OK 那就可以煎得了 OK 有得它放一會兒 然後是切洋蔥 中間開邊 這樣 OK了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們要做一件什麼事呢 通常呢 你放了下去 洋蔥 可能會 黏在一塊 這樣 好了 你最好呢 就用一個 這樣的燒機 然後呢 下面有個 兜著那些 然後蓋上去 現在就是 好 好 就是這樣 散了 那你就可以 不用在這裡 逐快 逐快 逐快地撕 這個方法 你告訴別人 是傑少教你的 好 我們馬上煎豬扒 首先第一步 先炒洋蔥 加少許油 沒有那麼多 放洋蔥 用小火一點 炒洋蔥是不可以大火 如果炒洋蔥一大火 就會焦 好了 這個時間 你看到那些洋蔥都開始有少少 焦焦的時間 今晚呢 做一件什麼事呢 草菇老抽 加少許的老抽 加少許的老抽 和它上色 馬上很漂亮 之後就可以畢起了 接著煎豬扒 千萬炒洋蔥之後 不要 洗鑊 一洗鑊 就會大鑊 為什麼呢 因為洋蔥的香味 其實已經 滲在鑊裡 如果突然之間 你洗走它 洋蔥豬扒 真的 沒有味 不香 要香 就是它現在 黏在鑊上的東西 好了 煎豬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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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一點 如果有骨的部分 就放在鑊中心一點 這樣就容易熟 在這個時間 我就用一隻 有五種的 胡椒在裡面的 然後 不斷 放在上面 它煮出來的時候 就會香很多 然後煎一會兒 在煎的同時 就想大家 就想教大家 煎一個 它的醬 煎 那醬呢 就是 蠔油 那幾多 一湯匙 差不多 不用那麼多 夠了 也夠了 生抽 又少少 然後老抽 給顏色 這個是醬 來的 胡椒粉 再加多一點 這個 剛才我加的五椒 那個五椒 麻油 又少少 接著加水 糖 忘記了加糖 糖 這樣 OK 夠了 看 豬扒 轉一轉身 好了 可以煎一下 繼續說回醬 你教準了 生粉水 我們待會再下 下醬汁 一煮 煮完 最後再打個芡 搞定 豬扒煎得不錯 拿起來 好了 因為豬扒很大 大塊 切開 一塊塊 現在很熱 但我們還沒煮完 然後把所有的豬扒 翻到鍋裡 再把剛才的洋蔥 全部倒進去 這個時間 馬上把剛才的醬汁 倒進去 拌勻 它的豬扒其實還沒完全熟 現在就 再煮下半部分 好 當這個時間 我們就要收汁了 馬上把這三分水 倒進去 少少先 逐少 逐少下 看看夠不夠 這樣就差不多了 熟火 熟火 羊種豬扒 煮完 嘩 好香的羊種豬扒 這個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不是很難做 跟大家分享先前的重點 重點就是 一 炒洋蔥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洗鍋 因為那些精華所在 就在鍋裡 如果你洗了之後 那些洋蔥豬扒 就不會香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那五焦 我自己會放了一些 五色的焦 就可以增添它的香味 醃豬扒的時間 都是普通的醬油特粉糖 OK 那大家如果喜歡 我這個菜的話 就和我分享出去 再喜歡的話 當然要給我一個讚 OK 記得訂閱我 傑少煮熱 OK 下次再和大家煮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